我的大孙女啊 彤彤 你咋那么可爱呢 奶奶可真喜欢你啊 像爸爸 哪儿哪儿都像爸爸 长大以后像爸爸一样啊 阳光 性格开朗 多好啊 人人见都喜欢 真好啊 小鼻子小嘴长 真可爱 孝蕊 你啥时候起来的 饿不饿呀 饿妈 妈给你坐下啊 你瞧我彤彤长得也像妈妈 漂亮 能干 就是幸好 谢谢你妈 好好休息吧 等你伤养好了 再来找我大圈 我就在这儿工作了 我那么犯规 你还帮我 知道疼了以后就别瞎做了 哥 谢谢你 不叫叔了 哥 师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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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点吃 什么师叔啊 彤彤 是不是今儿要看了太多 武侠电视剧了 来 好好吃饭啊 乖啊 师哥 师哥 今天你见什么人了吗 师叔 师哥 对 我想起来了 今天我们出去的时候吧 我带着他 正好碰见我师哥了 谁啊 你又不认识 莫苗 你还知道他呀 他不是你男神吗 什么男神啊 你现在也不行了 你是不是没看见他本人啊 现在那个样子真的是 中年发福那头发都不剩几根了 油腻的不行 跟你真的完全没法比 他都这样了 嗯 你们都聊什么呢 没聊什么 就是聊些育儿经啊什么的 他不是最近有孩子了吗 他都有孩子了 是啊 老婆 你不是不吃胡萝卜吧 聪聪 来 妈妈给你夹的胡萝卜 你看 都凉了啊 赶紧吃 胡萝卜里面呢 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头发 我现在吃不过 我看了 你想一下 凶 我以后 我给你负责 我以后 我以后 赶紧吃 爸爸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回来了 童童睡了 老婆 我跟你说个事啊 我妈 跟初恋重逢很幸福吧 妈 你来了 回来了 我鸡汤都炖好了 你赶紧洗手 这为什么要垫块布啊 我窗帘呢 你呀 弄这个颜色太灰了 人家说啊 家里的颜色 对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 我给你钱换了 多鲜良 不是 妈 我窗帘呢 洗衣机里头 我那窗帘不能积洗的 那是意大利定制的 就听说大衣不能积洗的 没听说窗帘不能积洗的 还意大利定制 骗你的吧 这都什么年代了 为什么要在茶几上弄块布啊 对了 床帘我也给你换了 好看吧 我亲自买的 这家具用品啊 成套用才好看 人家说这床上有桃花 特别着桃花运 这不是樱花吗 管它什么花呢 睡花上就对了 对了 喜欢吗 喜欢 喜欢就行 洗手 吃饭 拿去 老伯 挺晚的了 请我休息吧 优雅 他真的就是我一个普通的师妹 我上大慈的大义尽笑 我们就在学生会供过事 他真的不是我什么初恋 我俩什么关系都没有 上次同学聚会回来 我也跟你解释了 就是那帮臭小子在那儿瞎起哄的 找回青春记忆了吧 是不是特别美好 比现在苦门的日子好多了吧 青春什么呀 她小孩都开始上小学了 那也不影响人家纯真俏俏啊 老婆 我们真的就聊了五分钟 为什么骗我说加班 继续变 还能变得下去吗 我最近有点儿累 我最近有点儿累 我只想放松一下 是 你很累 你要赚钱养家 熟练带娃 回到家里还有面对一个神经病的老婆 你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丈夫 你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丈夫 伟大的父亲 你别总说这些话了 有什么问题我们去沟通啊 你从这样发泄情绪 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我最近是有点儿沮丧的 我最近是有点儿沮丧 但是我碰见尤雅她告诉我 她也经历过你现在经历的这些 这其实就是产后抑郁症 老婆 老婆 你千万别害怕啊 也不要有心理负担 很多妈妈 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问题的 尤雅她也难受过 烦躁过 但是如果你能看到她现在的状态 你立马就能明白了 你看过那条新闻吗 一个妈妈 抛下两个孩子 李夏处走了 一个孩子两岁 而另一个孩子 才几个月大 你怎么看这个妈妈 可怜是挺可怜的 但是我也觉得这个妈妈 太脆弱 太自私了 如果她婚姻不幸福 老公对她不好 公公婆婆对她不好 她可以离婚啊 她可以带着孩子走啊 什么样的人才会选择 这种极端的方式啊 她要走 而且对两个孩子也太不公平了吧 她们才刚刚来到这个世界 都还没有好好看一看呢 老婆 咱们再坚持坚持 把这段给挺过去 优雅说了 这鲜花入馅挺香甜的 不会吧 我们家现在吃汤圆都得桃花馅的了 玫瑰花 是不是有股玫瑰花的香 还真挺好吃 不吃了吧 那我先收了 这人够烦人的 一天到晚发这些 谁啊 咱们家原来的对门李阿姨 李阿姨我知道呀 天天在群里发他们家孙子屎尿屁 不嫌烦啊 现在的人不都这样吗 我怎么就没觉得可爱呀 你看看 可爱吗 可爱啊 可爱啊 挺可爱的 长得多像李阿姨 我怎么没瞧出可爱呢 很一般哪 很一般哪 我怎么就会啊 我怎么就会不懂啊 啊 我怎么会不听 是不听 我怎么会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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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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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